最近网上一段鸭蛋和前夫王金荣同台表演二人传的视频火了,视频中鸭蛋身穿花格的上衣,下穿绿色直筒裤,头上两个大辫子格外吸引眼球。 说实话,二人传里的搭档基本上都是夫妻档,他们两个已经离棍了,为什么还要在一起演出呢? 视频中,鸭蛋结结巴巴的说着,感谢大家的支持,因为我们演员不能没有观众的支持,说话间还看着一旁的王金荣,鸭蛋的这身衣服和造型,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? 没错,就是当年和师傅照本山上穿满的那套衣服,只不过把颜色比重换了一下,时隔九年过去了,鸭蛋真的一点变化没有,当年半丑,现在还是半丑,和小沈两点区别没有。 为什么起点这么高的演员?大家说说,为什么起点这么高的演员,为什么不愿意改变?鸭蛋和王金龙在2009年就结婚了,2011年还有了自己的孩子,今年刚刚是第七个年头,王金龙就婚内出轨,最后二人离婚了,看来很多爱情都敌不过七年之痒了。 鸭蛋上过春晚之后名声大噪,而王金龙一直没有什么名气,很多人的记忆力,他只是那个拿砖筒,给小沈两当保镖的愣头青,鸭蛋如果身高高一些的话,绝对不会嫁给王金龙鸭蛋的五官,其实还是蛮漂亮的。 他还在很多网站上做视频直播,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始终没有什么感觉,还是靠着服装形成的反差,然后通过自己的高嗓文让他,加眼前一亮,或许这就是他的宿命吧。 很多网友看到他的演出视频后,感慨道,还能不能长点心。